-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呢 我们刚贴了一台宝马的X6M 好 今天这台X6M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被磕了 磕到哪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应该是停在家里面的时候 被什么东西砸下来 砸了一个硬子 然后这里有一点点凹 看到没有 有一点点凹 现在让我们的坑王已经赶过了 大家看一下 这里修呢 我们可能要把这张的膜撕掉 从层心贴一下 这里修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给它先撕掉 这里留了一点点的胶 OK 吸一点都没伤到 可是有两个凹点 然后它后杠这里有一点点刮叉 看到没有 就这一丁点 这磨呢有一点点碎了 看到没有 这里如果没贴膜呢 其实肯定会磕掉 也算是就了一个杠 然后这种呢 我们就稍微给它切掉 稍微补一下就OK了 没必要去整个杠去换 这样成本就比较大 因为自己都不知道磕到哪里了 对吧 对方择任 那要求对方整个赔 那自己这么一点点 我们赌一下就OK了 我们是怎么样想着帮客户省钱嘛 我们的坑王来了 看一下这两个点 主要是这一点 可以了 怎么会只装到这里 为什么只装到这里 可能是上面有东西砸上的 不计这里开尾盖顶着 开尾盖顶着 开尾盖顶到这个位置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坑王说这里是开尾盖开的 也有可能 我原来是以为它是砸起来的 我们的坑王现在站得挺高 你看到没有 这个人面也是一面 X6M呢 刚才凹陷修复呢 已经弄完了 好 现在上面 这阵膜呢 已经贴完了 这边包边的看到 刚才呢 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凹陷修复完呢 完全看不出来了